哈喽大家好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新手买卖比特币的零基础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会教给大家从零开始 如何买币卖币还有一个安全出金的一个过程 别的卖家别的up主可能也会教给你如何买币卖币 但是他们不会教给你如何避免收到不干净的钱 也不会教给你如何辨别一些交易所的骗子 今天这个视频我会教给大家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不要快进认真的去看 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先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您是决定了要去注册交易所 然后我们需要用到一张银行卡 然后这张银行卡的话 我们经常拿来买币或者是赚钱了 我们来收钱 有可能收到黑钱 如何防止收到黑钱 然后先事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交易所里面绑定的银行卡 一定要选择一张不经常用的卡 不要选择我们的工资卡 也不要选择里面有很多存款的卡 选择一张我们经常消费的 然后里面有一点钱的那种卡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要去买币了 我们可以从别的银行卡给它里面转一点钱 然后让它再去买币就可以了 不要选里面有大额的存款的钱 那个卡 好了 然后今天还给大家说两个看行情的网站 一个叫做飞小号 一个叫做密封茶 这两个网站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有需要就可以直接去看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比那个比特币 比特币叫什么呢 叫BTC 今天的价格是37万了 然后以太坊叫什么呢 叫ETH 然后今天快27万了 然后是这个是他们7天的涨幅 这边都会有这个密封茶也是一样 然后这边有一个币种 我们可以筛选一下变成人民币 然后这边改成人民币就可以了 这两个网站是币圈经常在用的 个人建议可以经常取一下飞小号 因为币圈都是常用的 这个密封茶很少用 到时候我会把这个两个网址放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直接去浏览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主题 第一个在交易所注册一个账号 交易所呢 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去一个叫做okex的交易所 为什么去okex 现在国内的其实一共有三大交易所 就是活币币安还有okex 现在这个火币币安不允许大陆用户去了 只有okex允许 而且okex的手续费低 币安 火币手续费高 所以这个是 让大家去okex 然后这边有一个邀请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然后邀请码也会放在视频下方 大家如果用我的邀请码去 注册 就是用我的这个邀请链接去注册 可以送您一个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一定要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不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的话 咱这边是没有的 然后邀请奖励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里20元的比特币 还有一个10美金的返用卡 一定要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我们先打开这一个注册链接 打开之后 它会让我们可能去一个别的网站 我们这边不去 选择关闭 因为别的网站这边手续费太高了 这个我们选择关闭 这边注册的话 用邮箱 用手机号 都是可以的 具体用哪一个 大家自己来决定吧 然后我们注册成功之后 点击一下登录 看一下我们的账号 能不能注册成功 OK 如果您这边已经注册成功的话 我们就走到第二步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的需要在交易所安装 APP 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安装APP 为什么要安装APP呢 我这边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在电脑端去操作 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买币卖币 包括出金都很不方便 但是在这个手机端是很方便的 强烈建议大家用手机 然后手机端的话 现在安装挺麻烦的 因为现在手机分为是苹果手机 还有安卓手机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苹果手机吧 苹果手机 我们需要用一个美区的ID 因为大陆的这个ID是不能下载它的APP的 我们需要去网上买一个这个就是美区的ID称号 去哪里呢 我们可以去某宝或者是某多多都可以 比如说我去某多多 然后搜索一下美区ID或者是美区账号 像这边写这些东西都是卖的 看见没有 还有这些苹果软件下载都是卖的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 然后这边是买一次性的还是永久的 大家自己决定 然后选择美区就可以了 在某宝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这边选择一下美区ID 或者是美区账号都行 这边美国是M 这边都有写的 进去之后随便选一个 美国M6块8毛钱 然后这一个也是可以的 M是美5块8毛钱 然后大家买一个就可以了 买完之后 我们退出一下我们自己的苹果商店的账号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苹果商店 然后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账号给退出 退出我们的账号 在哪里去退出呢 在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这一个图标 退出一下我们原有的大陆的ID 然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退出登录 我们退出一下 登录一下我们刚才买的那个账号 还有密码 买完之后 这个卖家这边会发给我们一个账号 还有密码 这边是账号 还有密码 我们拿着这个账号去登录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边已经登录成功了 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然后搜索一下 OKEX 第一个广告 这边写的是广告 我们不要去 然后我们选择第二个 然后这边写的是OKEX 然后它的图标是四个 一二三四 四个蓝色的圆圈 这种蓝色的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我们直接去下载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安卓手机的 我现在是苹果手机 再给大家说一个安卓手机 怎么去下载它的APP 如果您的手机 安卓手机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您的手机能科学上网 您直接访问我的这个注册ID就可以了 我这边先把我的苹果手机 先把我的安卓手机给科学上网一下 然后我们去访问一下我的邀请链接 千万千万不要用浏览器自带的 我们一定要用比如这些什么谷歌360 UCQQ像这种浏览器就可以 因为我们自己那种手机自带的会拦截 我们用一下别的这个浏览器 然后我们我们目前的手机可以可以科学上网 然后让我们去别的网站点击关闭 重点就来了 它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让我们去下载它的APP 我们点击这一个下载就可以了 它就会给我们手机去下载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手机 无法科学上网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网页端打开 然后这边有一个下载 这边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然后在下边我们点击更多客户端 点击更多客户端 然后它这边会跳出来一个安卓的 就是这一个 这一个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桌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下载的这个软件 直接通过QQ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脑 现在上上一下我们的QQ 然后把它给拉过去 直接安装上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您的 不能科学上网的手机 扫描一下这一个二尔码 千万不要用QQ或者微信去扫 可以用我们自带的相机 去扫描这一个二尔码 也可以下载下来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说完了 这个手机端 如何去安装 然后我们讲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是怎么去买泰达币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叫泰达币 泰达币呢 就是一个在币圈 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货币 泰达币也叫USDT 我们可以去非小号这边看一下 泰达币这边有写的 泰达币也叫USDT 假如我们想去购买任何虚拟货币 我们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您是英镑美元人民币 都不能直接去购买虚拟货币 必须通过一个中转的货币 这个货币也就是USDT 比如你想买虚拟货币 你必须先买USDT 然后拿着USDT去买别的货币 举一个例子吧 我现在有人民币 我能不能直接买比特币呢 是不可以的 我们先必须拿着人民币买了USDT 然后再去买比特币 同样的道理 我有美元 我不能直接买比特币 我必须先拿着美元买了泰达币 然后再买比特币 英镑欧元同样的道理 必须先买这一个 才能买比特币 这一个就是说 这个USDT就相当于是一个中间商 必须要通过它去中转 才能买虚拟货币 相信这样的话 大家就应该很了解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已经在手机端下载了 这一个okex的APP 我这边已经下载完了 然后这一个APP的话 不用科学上网 我这边先断掉我的科学上网 然后这一个APP不用科学上网 也可以能正常防卫 我们来打开一下 进去之后 会有一个20元的比特币 还有一个10美金的返用卡 大家一定要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才有的 我们设置一下个人信息 点击一下这一个小人 我们下载完成之后 必须要先登录成功 就是我们刚才注册的账号 然后有一个小的这个 我们点击一下 进去点击偏好设置 默认是美元 我习惯用人民币 这边可以改 比如说我习惯用卢布 改成卢布 我习惯用人民币 改成人民币 安全设置 我们看一下 指纹 手势 这个随意大家了 都可以 然后登录密码设置一下 手机验证 一定要绑上 邮箱 有没有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一个资金密码 因为我们在买币 卖币的时候 它都要让我们输入 我们的资金密码 所以设置完资金密码之后 一定要记得 这个资金密码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现在一共是 一二三 三个等级 我们最低也要认到 LV2这个等级 最高的话 我们要认证三 不论您是认证一和二 不论您是认证二和三 都可以 千万不要认证这一个一 我们只需要认证二 或者是三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设置完 这些信息了 但是在我们买币 卖币的时候 我们需要绑定一下 我们的支付账号 这个支付账号 或者是也可以理解为 我们赚钱了 要提前到我们的银行卡里面 然后在哪里去绑定呢 在这边 我们先点击一下 购买数字货币 这边分为快捷买卖 还有自选交易 这个快捷买卖 千万不要去 因为里面很多的骗子 我一会儿交给大家 如何识别 建议大家去自选交易 因为自选交易 这边可以筛选一下 然后默认的货币 大家想改哪一个都可以 我习惯用人民币选择CNY 然后这边再点击一下 这里会出来一个收付款设置 我们点击收付款设置 默认的这三个全是开启的 大家把微信支付宝全部关闭 因为微信支付宝用来买币 卖币很不方便 而且容易封控 银行卡不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我们卖了币了 我们赚到钱了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 我这边没有实名认证 所以不用去添加了 我们添加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还有我们的姓名 方便我们收钱 还有买币 设置完成之后 我这边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我现在有人民币 我拿了人民币去购买USDT 然后通过USDT去购买比特币 我现在先去我的 就是这个苹果手机里面 因为它这里面有钱 我点击购买数字货币 选择自选交易 选择这一个USDT 选择USDT 收付款方式 选择影响卡 交易金额 比如说我想买1万块钱的 选择1万 然后更多筛选 选择隐藏T加1 因为T加1转账速度特别慢 所以我们隐藏 我们需要快一点的 选择完成就可以了 好了 重点来了 教给大家如何识别 这些骗子 比如说第一个 金钻资本商行 航商 商行 我们看一下它 它这边如何识别呢 第一看一下它的等级 一定要是V3的等级 它这边满足 第二个注册时间 最好最好 要是三个月以上的 它这边注册了才是 现在是11月份 现在才注册了两个月 这种我们不要 然后这个诚信24商行 这个基本上可以判断 就是骗子 我们不去 注册了连一个月都没有 然后 像这一个东方红二站 这边等级是3 然后它这边的 注册时间已经快一年了 如果是骗子的话 早被关门了 所以这一个人肯定不是骗子 他如果是骗子 他也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操作呢 我们点击关注一下它 关注它之后 我们可以向它买币 也可以向它卖币 就是这么简单 比如说我们想买币了 我们可以先买一下USDT向它 如果我们赚钱了 我们想卖掉USDT 我们可以向它卖 因为它这个人很可靠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先讲买 然后点击 比如说我想买6000块钱的 我这边输入6000 我想买1万块钱的 这边输入1万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截图吧 因为涉及的东西挺多的 比如说我这边点击5000 然后选择购买 它这边会出来卖家的收款方式 然后我们选择下一步就可以了 选择下一步之后会出现两种情况 我们来说一下第一种 第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出现卖家的收款账号 就是它的银行卡 还有它的姓名 我们用我们那张不常用的卡给它转钱 转完钱之后 然后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OK 我们等着这个卖家把他那边看到了他的银行卡收到钱了 他就会把币给我们 就是那个USDT给我们 大家不用担心这些卖家会收到钱不给我们币 因为第一 他在这边肯定会有保证金的 第二 这些平台都是有担保的 不会出现这种你把钱给他了 他不给我们币的情况 我在这边已经玩了五六年的时间了 从来没有这种钱给了不给币的情况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出现了这个点击下一步之后 然后他让我们提供支付卡号的后四位 这个是他想干什么呢 我在这边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这边就是怕收到一些不干净的钱 一些黑钱 他担心这种情况 他需要我们提供一下我们给他转账的银行卡的 最近的流水 比如说你买烟的买酒的去饭店吃饭的 然后打车的这种 银行卡的流水就像我这样的 然后他这边收到了您这张近期的银行卡的流水之后 他就会看到您这张卡是正常消费的卡 不是洗黑钱的卡 OK 没问题 您是正常的客户 那我就会把我的这些个人信息 就是收款的银行卡号 还有姓名 他会给你 您再给他转账就可以了 他这边也是怕收到黑钱 因为黑钱的话 他们一般都是提供不了这种流水的 这样的话对大家都好 懂的人都懂 好了 我们再说一下 如果我这边充值完成了 就在我的资产这边 我们就能看到 我这边 比如说我充了3000块钱 我这边有了3000到账了 然后资金账户里面也有3000了 但是交易账户没有钱 如果您的交易账户没有钱 您就不能去买卖这些虚拟货币 我们只有把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那怎么转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资金划转 然后币种选择这一个USDT 从资金账户到交易账户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里面有钱了 但是我们要交易 所以要转到交易账户 点击全部划转 点击确定 OK 提示我们划转成功 然后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再交易账户有钱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交易 我们先去买以太坊吧 然后这边分为买入和卖出 我们点击买入 币种的话 我们这边选择以太坊 以太坊的代码 刚才去那个网站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这一个网站 以太坊是ETH 大家如果经常的去购买 这些基本上闭着眼睛都知道了 一定一定要选择这个BB交易 选择ETH 选择BB交易 以太坊是ETH 然后支付方式是这个USDT 选择第一个就可以 第二个这个ENSY不知道的是什么 然后这个ERNY不知道是什么 我只知道以太坊叫ETH 然后选择BB交易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把这个限价委托改成市价委托 市价委托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当前最优的价格来下单 当前以太坊的价格是4273美元 比如说我们想去购买这一个以太坊 选择市价委托之后 我想全部买以太坊 我这边有477个 点击100% 就可以把477个全买了 我想买一半 50% 那我不想买这么多 我只想买三 买三个USDT的以太坊 那怎么买呢 这边输入一个三 我想买七个呢 输入七 然后点击买入ETH 就可以了 然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4200USDT 我们买了以太坊 然后等了两天 它涨到了5000了 我们赚了800 然后要怎么卖呢 这边有一个卖出 和刚才一样 选择市价委托 以最优的价格下单 我想全买 选择100 我想卖10% 我输入10%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买卖的 都是以太坊 但是我们赚的钱 其实都是USDT 肯定有朋友就会说了 我4200USDT买的以太坊 然后我5000 我把我的以太坊给卖了 我这边赚了800USDT 那我怎么把这个USDT 给换成人民币呢 我这边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就涉及到一个 出金的问题了 我们点击资产 然后我们看一下 交易账户有钱 资金账户没有钱 我们需要从我们的交易的账户 就是转到我们的资金账户 这一个反向的把它转过去 从交易到资金 然后资金划转 USDT 然后再怎么做呢 再从交易账户到资金账户 然后点击全部滑转 点击确定 OK 它这边已经滑转过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资金账户有钱了 然后我们需要去到它的首页 把这个USDT给卖掉 在哪里卖呢 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 点击卖出数字货币 然后选择自选交易 和刚才一样 选择USDT 收款方式 银行卡 交易金额 比如说我想卖 1500 然后选择完成 然后更多筛选 选择提价1 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比如说这个大鹏安全商家 我们点击一下 他这边10月份的 我们不去文捐 他这个店铺就可以了 他这边是4月份店铺 已经7个月了 说明他这个人就没问题 然后选择向他出售USDT 比如我们想 我现在有477 我想卖200个 输入200 然后点击出售USDT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的USDT 给卖给这个文捐 诚信经营了 他这边看到了我们的银行卡号 他就会把钱转给我们银行卡 然后我们的银行卡收到钱了 我们这边点击放币 这个币就会转给这个文捐 诚信经营了 OK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么简单 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 交易所绑定的银行卡 选择一张不经常用的卡 不要选择工资卡 也不要选择有大额存款的卡就可以了 如果您想买币的话 可以从别的卡 先给他转一点钱 然后再让他去买币 这样的话懂得都懂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大家有问题再联系我吧